在这个科幻片想象空间里面 你们要塑造一个未来的生活 将是怎样一回事 人家生活如何的去运用你这套系统 让他们的生活更愉快 让他们的生活更轻松 让他们减低了生活的压力 科幻片加历史片 我认为人会今天那么伟大 会有那么多创新创意的东西 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人有梦想有幻想 科幻片就是一种幻想 这样今天你如何的去把你的厌警 把你的使命变成一个科幻片 来解释给你的投资者 看到连来你的商业模式 连来你这个构思是很有想象空间 很有未来 这个是很重要 第一个当我们去找投资者的时候 不要用什么厌警 不要用什么使命告诉他们 因为这个是叫做屁话 这个是叫做废话 什么叫做这些字 你跟他讲 我的厌警是成为亚洲第一 我的使命就要是马来西亚 第一家 在行业里面我们是老大 是什么意思? 到底老大是什么意思? 亚洲第一是什么意思? 你如何的去评估?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是没有emotional attached 它没有一个想象空间 投资者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他想听到的是 是科幻片 什么是科幻片? 举个例给大家 大家曾经在2005年有没有看过一套戏叫做 阿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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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凡达简直就是一个科幻片 这科幻片当时后 连我们的首相马哈迪都讲 哇 你看美国人连阿凡达这种戏都拍得出来 有什么东西他们做不出来 阿凡达就是人可以进入另外一个空间 通过我的灵魂 进入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体 我是一个残废的军武 但是我去到阿凡达 我可以变一个superhero 我可以进入第三个的空间 另外一个空间 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也同样的在这个故事里面 你如何的去把你的商业模式 讲成一个科幻片的故事 让人家有想象空间 可能你今天在设计一套系统 你要解释未来 如何的去应用这套系统 假设今天 你想做一个voice recognition 你就可以跟他讲 我们可以用一个voice recognition 来做AI 在这个AI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语言 去跟我们的camera沟通 去跟我们的电脑沟通 所以你就要给他这相像空间 这样你第一句话就要问他 你有看过Ironman吗 Ironman里面有一个角色 从来你们没有看过他出现的 时常听到他的声音了 叫做Javis 有听过吗 Ironman每天只是跟Javis聊天 但是Javis比人更聪明 每天他要做什么 他就可以把它去评估去设计 这些就是一些他们所想象回来的科幻片 这样今天你讲这个科幻片能否实现 有可能 所以当我们在讲科幻片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讲片话 我们不是要讲大话 我们要给人家一个想象空间 在这个科幻片想象空间里面 你们要塑造一个未来的生活 将是怎样一回事 人家生活如何的去运用你这套系统 让他们的生活更愉快 让他们的生活更轻松 让他们减低了生活的压力 人类活得更开心 通过你的系统给他更多的方便 给他更多的速度 给他更多的快乐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科幻片的模式 所以也同样的今天 你这样跟人家想系统 不要一直跟人家讲 你的产品有多好 哇 你这个车会怎样会怎样 这辆车我用的这个是 Aluminum Titanium的Rim 我这个车是V18的Engine 我这个车是用Curban Fiber 他们不想知道 投资者不想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你的想象 这是你的专业 我对你的产品没有什么兴趣 在这个时刻 除非我投进去先 在这个过程我想知道 你这辆车如何的从基隆坡 带我去到JB 一个小时可以让我到JB 他要知道 到底他要去幻想 到底这个车有几块的速度 这个车有几安全 这个车如何的帮我解决 我日常生活的问题 这个车如何的跑到600 不管我的事 但是我要知道的是 如何的从基隆坡 坐车到JB 一个小时会到 他想知道的是这个观点 这个也是同样的 当我们去Pitch我们的生意的时候 不要用念锦 不要用什么使命 永远用科幻片来解答先 所以当他产生幻想 当他觉得有想象空间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 兴趣 人做决定 大多数都是感性的 他们都是通过 情感来作为 这样今天 如果他情感来 与这个想法 他就有很大的可能 会有兴趣投资进你的公司 投资进你的项目 你应该吗 你应该吗